論盡音樂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June 明明談出色 我未算好 非白 遠上有貨 向上破的心 叫我發磨 上樓其實是寫給我自己 亦寫給我的聽眾的一首 關於保持著自己的初心 不要怕結局去追隨自己想做的事的一首歌 沒錯 其實在埋班後的確是準備了一首歌 想分享給大家聽的 其實當我寫完6號之後 我隔了一個星期左右再聽一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曲風上不是我最想表達的曲風 所以到最後就算錄好所有的東西 混合好 準備好 準備好 最後我都要先保持著 之後我一直保持著和藝人寫歌 我又發覺慢慢找到自己作為第一首 我很想出一個比較治癒風格的歌 於是就出了上樓這首歌 其實很多人都說一個結局是一個新的開始 但作為派台我覺得是一個新的開始 我反而想利用這個新開始 去回顧自己當初為何會去 喜歡唱歌 為何會這麼大膽去參加比賽之餘 然後還要去涉獵一些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領域 例如作曲這樣 我很想用一首歌去探索我這一段的經歷 同時也很想去 因為我知道譬如《造星》之後 有很多的粉絲都一直留意著我的動態 尽管我可能有一段時間是做一些幕後的角色 他們都一直都期待著 我也很想將上樓送給他們一個禮物 去感謝他們支持我 我也很想利用這首歌去支持我的聽眾 因為我也知道他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年紀 可能是本身在讀中學 現在讀大學 甚至是剛剛去工作等等 我相信他們都會面對到他們人生的難題 而上樓這首歌也都希望是叫做提醒他們 或者一起鼓勵他們去保持著自己對身靈 或者對他喜歡的東西的熱誠 其實是這一段作曲人的經歷 是對我 我會說是很fulfilling 因為用一個幕後的角度去看 音樂製作或者音樂表演這件事 令到我不再是很單純覺得 只要你喜歡唱歌 就可以做到一個好的歌手 或者是好的表演者 其實一首歌 一個好的表演者 其實原來是要真的 我們說要 你有沒有感受到那個作品 很重要 譬如我寫了closer 或者是很榮幸寫到 J-Fone 儀態分力寒演給J-Fone 我發覺他們其實是真的會很熟讀那首歌 他們真的因為很喜歡那首歌的曲風 那個message 或者他們很想去表達那個message 給那些觀眾聽 他們才會用那首歌 而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經驗 因為有時候出歌不是說 因為那首歌好聽 覺得可能是有市場價值才會出 但是在他們身上我會學到就是 你喜歡那首歌 你要出那首歌 你首先你要相信那首歌 當我剛開始入行做作曲人的時候 其實我很榮幸 有一些音樂上的前輩 例如Cao叔叔 鑑仔 Werk Chan 他們都知道我其實有個目標想出自己的歌 但是他們經常問我一個問題 我都想不到一個好的答案 給自己或者給他們 他們就問 如果June要做音樂 他要做自己的音樂 June的音樂是代表著什麼 做音樂的重點在哪裏呢 我花了很多時間 可能大概這一兩年作為一個作曲人 就是慢慢在摸索 究竟我自己由幕後走到幕前 我最想透過音樂做到什麼呢 直至到去年 又是很感謝MC他請我去紅館做演唱會嘉賓 我發覺我上到台 其實我真的很想和觀眾有一個互動 不是很單純想告訴觀眾 我喜歡唱歌這麼簡單 我很想和我的觀眾 share 同一個空間 同一個moment 去和他有一個真正的互動 於是我就想 如果我要出自己的歌 我要唱完 我很希望 我的音樂是以我的樂迷 我的fans 和我自己去作為一個 我的作品 一個表演的重心 所以Juni其實就是代表Just you and I的意思 其實為什麼最後要用Juni呢 就是試完幾個月之前 我又去了瑞典去看一個演唱會 我記得我搭車的時候 我就發現原來June在他們國家的語言是Juni 我就覺得整件事很吻合 我想都沒有想 我即時就說 如果我有機會出歌我要用這個名字 至於為什麼幕前我要用Juni 因為幕前涉及不僅是你用那首歌 你要唱給別人聽一下有一個互動 但是為什麼 Credit上我仍然要用Juni呢 因為在我過往 真的叫做參與音樂的道路上面 其實我很感謝以前的自己 以前Juni這個身份沒有放棄過 去探索不同的領域 所以我都很希望我作一個幕後身份 我仍然提醒自己 其實Juni在我 music career 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歷 找Edwin去做一個編曲 事源是賣班作 我們定期會有一些叫做聚會 我們去互相交流一下大家近況 話說有一次聚會之後 監製Edwin就邀請我們再去聊天 其中音樂Edwin也是和Edwin一起去共事 於是我在這個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Edwin 那我就得知原來他剛開始認真做他自己 幕後音樂人的一個事業 我們就很談得來 到最後我來搭車走了 他就問我你有沒有想過出歌 然後我又問他你有沒有想過出歌 大家都很不約而同說當然有了 之後我就說其實我未來有一首歌 我很想出 但因為我那時已經知道Edwin彈琴真的很聰明 我就問他不如我們一起玩這首歌 那時候我就已經傳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琴底 我就唱了我自己的demo出來 他聽完之後就覺得其實可以 他都給了很多意見 我們最後談了就說不如我們玩一些 Western小小的曲風 而我也知道Edwin是真的很聰明 於是我們就很相信他 就找了他參與這首歌 MV 都是有一段估計的 因為當初MV的想法 到真的確認我要做MV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像外國一些Indie藝術家一樣 有一部琴 然後在沙灘上彈腸就軟了 因為一來可能是比較容易製作 而你的成本可能對我來說又低一點 我透過一些朋友去認識了一個 現在的MV的製作者 我發了一首歌給他聽 我問他其實你覺得這首歌可以怎樣做呢 同時我也提出了一個想法給他聽 他隔了兩天 他說你讓我聽一聽感受一下這首歌 他隔了兩天才回覆我 之後他就邀請了我上去他的Studio那裡談 他第一個留言就說 如果你只是彈牆在沙灘上 我覺得會浪費這首歌 然後他就分享關於他自己創業的一段故事給我們聽 他說他對這首歌其實很有共鳴 他說我可以 我嘗試一下邀請整個團隊去幫你製作這首歌 但我可能收回你比較好朋友的一個價錢 他的原因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我們就不斷在一個星期裏 brainstorm了超多東西 本身可能是一個雜貨店都在彈琴 然後到最後我們得知道 他有一個producer的一個朋友的朋友 原來他曾經有一個dancer 他是因為膝頭受傷過兩次 他沒有辦法不放棄了一個dancer的身份 我聽完之後覺得很適合上流想表達的意思 那位dancer其實他仍然沒有放棄過跳舞 他喜歡的東西 他是轉了一些角色 例如是一些形態的導師 他保持著他 沒有放棄他自己喜歡跳舞的passion 我聽完之後覺得 其實就是很適合上流想表達的意思 於是我們就在一個星期裏面談好了就開始拍了 其實我仍然很喜歡幕後人的身份 我覺得那個自由度很享受 也都為了可以寫一些歌給不同的artists 幫到他們去express他們自己的想法 我很喜歡這件事 同時是沒錯 做幕前原來那個需要兼顧的東西都很多 我會說我希望未來可以做到50%的時間 是在幕前 50%的時間亦都在幕後 唯一可以做到這個balance 就是再努力一點 再專注一點在音樂上面 希望可以做到這個50%的balance 短期的目標 我希望可以專注於我 接下來會做的一首歌 專注於目前我最想做的就是 接下來我另外一首歌想出的話 我希望可以再把我在這首歌 吸收到的經驗放到下一首歌 下一首歌其實都是走治癒系的風格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首歌 去令到我喜歡我聽我的歌的聽眾 去有種治癒的感覺 但是長遠一點來說 我很希望我會成為一個 比較會唱一些不同種類的歌的artists 因為其實我自己可能真的挺貪心 我什麼曲風都會聽 有時又會喜歡那個曲風一陣子的時候 又會真的去做一些歌 雖然未必真的說很像 但是每件事我都想涉獵 但是最主要未來我希望 都仍然可以抱著一個 學習的心態去做音樂 我會有我的披風 我會有我的披風 求小子會學到